大家好,我是Stan 现在的这种留言方式 去Xemina的IG才能行得通 本来连500个追踪都没有的账号 现在变成了数万个人在追踪 像你一样在阳Xemina的留言 攻击成员们的留言 鄙视所属公司的留言非常多 请不要在这里发牢骚 到那边去玩吧 因为是官方账号不能以脏话回复的部分 请见谅 然后也留言过 现成员三人 退团成员三人已经签下了保证书 如果自己的主张被判为虚假事实的话 就会接受所有民息之上的责任 然后在事发一年后的2021年7月16号 警方已不起诉处分终结了这个诉讼 也就是警方认为没有嫌疑 Xemina在IG发文 已经过了一年的事件 每天都在祈祷这一天的来临 听到结果后 双腿就没力气 眼泪流不停 谢谢一直以来相信我 支持我的大家 然后对于媒体提问的 会不会对公司进行损害赔偿诉讼 Xemina回答 目前还没有做任何决定 那些人说过 他们说的话被判为虚假事实的话 就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所有证据都在我手上 很好奇他们会怎么做 我不期待道歉 只是希望能负起责任 以后我不会再做艺人了 目前正在读心理学习 以后想要帮助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和我网友们的留言 现在能收到这种结果也是大幸 希望所属公司能负起责任 既然说不能用脏话来回复 哈哈哈哈 真的是传奇啊 他当时真的被骂了很多 为了博取关心的虚言症患者 这种二次加害 那些人都应该要受到惩罚 希望最近发生的那些事件 也能早点出结果 对 真的希望 做错了就能早点接受惩罚 冤枉了就能早点澄清 今年发生了很多争议 只有警方一发表调查结果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曝光是妈妈母粉丝的 奥运金牌选手 以总分680分 创下了25年奥运记录 并且在东京奥运射箭混合体赛 拿下金牌打韩国射箭女将安燦 昨天在IG现实动态 上传了一个Twitter的截图 在截图中能看到 一位网友在Twitter上的留言 是母母的话就要姻缘 女子射箭安燦选手 并附上了两张安燦选手的照片 而在其中一张照片能看到 安燦选手的射箭吊带上 有妈妈母姻缘棒的徽章 安燦在这个现实动态留言 哎呦我最新被曝光了 既然这样的话 妈妈母划萨开了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能去订阅 然后妈妈母错了 也上传了安燦选手的照片后留言 安燦你来韩国的话要抱走了 真的是蹭蹭 不过大家知道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缘分 在6年前的2015年偶像运动会 妈妈母在首次参加的射箭比赛 拿下了金牌 当时成员群也连续射了三个十分 果然是那个歌手的那个粉丝 希望安燦选手继续能获得好成绩 奇 gummy 最后的结论 版本 冼護士 词 词 词 译 词 词 词